我们的高中课程把植物组织分为四大类 是以功能做区分 分裂生长的分身组织 运输生长的疏导组织 保护植物的保护组织 最后一个就是形成基本结构的 薄壁组织或知识织合并基本组织 都是以功能做分类 但事实上植物的组织分类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叫做简单与否的程度 如果你的构成很简单 由单一种细胞构成 那你就叫简单组织 Simple T-shirt 很简单 像单一薄壁细胞形成单一组织叫薄壁组织 薄壁组织全部只有薄壁细胞 单一种细胞构成的组织 像薄壁组织 后脚组织也可以算是简单组织 由后脚织胞构成 后壁组织也可以 你最近后壁组织都是由后壁细胞组成的 简单来说 由单一种细胞构成的组织很简单 叫简单组织 好相对于简单组织的另外一种 叫做复合性组织就知道 Complex复合在一起的 我们看这个表皮组织 表皮组织包含表皮 其其分泌物还有衍生物 表皮细胞长这样 但保卫细胞是表皮变来的 表皮细胞长得不一样 还有它有时候分裂形成一些 像什么毛绒细胞一些毛一些刺 还有它分泌的蜡子 它会比较复杂 细胞形态不是只有一种扁平的 然后镶纤状 还包含保卫细胞跟一些毛状结构 它稍微复杂一些些 所以表皮组织是复合性的 周皮组织还没交 先打问号 我们之后讲到经的解剖结果就会提到它 它就是取代表皮 形成木本植物外围的组织 所以为什么叫周皮 表皮不在了 取代表皮形成我树干周围的那一层 叫周皮组织 它包含了木栓形成层 分裂形成的木栓层 跟留下一些薄壁组织 好我们看这三个 木栓形成层是属于分裂生长的分生组织 木栓层取代表皮 形保护功能属于保护组织 好那这些薄壁细胞呢 就是基本组织啊 木栓形 功耗尊 或者说有属成养 或者基本组织 你看光它一个周皮组织 就涵盖高中所学的三种组织合在一起 有分生 有保护 有基本组织 它当然是复合性的 功能很多 细胞形态也不同 好光是木植物跟人皮肤 这不是疏导组织而已吗 偶固 我们可以这样想 木植物当中的导管脚导管 是后壁细胞 但里面有一些薄壁细胞 做短距离的运输 它也有一些后壁细胞 例如木植纤维 功能是支持 所以光是木植物 有后壁细胞型运输用 有后壁细胞型支持用 它有一些基本组织 来储存养费 或是短距离的运输 多种细胞功能形态 那就是木植物 这一部也是 腮管细胞 是薄壁细胞 但它也有一群 后壁细胞叫做 韧皮纤维 好有后壁 有薄壁两种细胞以上 所以都属于复合性组织 好所以植物的组织 另外一种角度是 你是单纯单一种细胞 还是多种细胞 合在一起的复合性 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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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